杨成林日前在河南郑州举办演唱会 因为失言吐槽河南人爱骗人 引发不小的争议 被网友痛骂说话不经大脑 尽管事后他火速道歉 仍止不住舆论持续延烧 似乎连带老公李荣浩也跟着晋升受到波及 而在失言风波后 杨成林于13日首都现身成都机场 仍有不少忠实粉丝到场等候 并拿起手机跟拍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杨成林戴着浅色渔夫帽 与黑色口罩 几乎把整张脸都遮住 身上则是穿着黑色短板上衣 微微露出肚子 搭配羽绒外套 打扮相当低调 而在走路时杨成林全程不发抑郁 和工作人员也只是各自滑手机 直到听到粉丝说再见时 杨成林才抬起头对着镜头挥手示意 据了解杨成林这次现身是为了前往录制 四川卫视的新年晚会 在失言风波后 工作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虽然这次是见到的沸沸扬扬 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日前针对杨成林的争议表示 积极支持两岸文化交流 也欢迎台湾演艺人员到中国发展 我们积极地支持两岸文化交流合作 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发展 并希望相关演艺人员自觉弘扬 勤风艺术 树立良好社会形象